在伦敦的心脏地带,一场关于自然的庆典正在悄然上演,凯特作为威尔士王妃,以她温柔而坚定的声音,向世界传递着一个关于大自然治愈力量的美丽信息,据英媒7月19日称,这位42岁的王妃,在个人健康挑战中展现出非凡的勇气和乐观精神,她深知自然对于人类身心健康的深远影响。 通过其官方社交账号,凯特分享了一系列动人故事,颂扬了自然界的强大疗欲力,她对自然历史博物馆新开放的花园表示赞赏,这处占地五英亩的绿色空间,围绕着南肯新顿的博物馆,不仅是一个展示地球生命演化的活生生的教科书,更是城市律废的典范。 王妃曾在2021年的探访中,见证了这一项目的发展,并深刻体会到自然如何为我们的成长和福祉提供支撑。 无论是在情感上的慰藉,还是生理和精神层面的滋养,我全力支持博物馆致力于打造这样一个独特场所,它能够激发所有年龄段的人们与自然重逢。 学习我们如何守护这个脆弱的世界,凯特深情地写道,我相信自然的力量可以促进我们的全面发展和身心健康,无论是给予我们快乐,还是帮助我们保持身体、心理和灵魂的健康。 我希望这些花园能成为成千上万访客、灵感和变革的源泉,位于英国首都中心的这片新景观,于周四正式对外开放,它不仅是免费的户外展览馆,更是一片生机勃勃的研究基地, 旨在推动都市自然生态的恢复,对抗气候变化的挑战。 耗资2500万英镑的项目,预计将成为全球最受关注的城市自然研究区域之一,在这片绿意盎然的空间里。 两座花园分别是自然发现园和进化园,共同讲述着自然世界的变迁故事,最引人注目地莫过于一尊巨大的青铜恐龙雕像,长达22米的梁龙模型,宛如穿越时空的使者, 静默地诉说着地球亿万年的沧桑,就在几天前,凯特王妃身着一袭紫色萨夫亚长裙,出现在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的南单决赛现场, 为西班牙天才少年卡洛斯·阿尔卡拉斯颁发冠军奖杯,这是他在宣布罹患癌症后第二次公开露面,他的坚强和乐观感染了无数人, 王妃与女儿夏洛特公主以及妹妹琵琶玛修斯一同观看了这场精彩对决,他的出现赢得了观众雷鸣般的掌声, 上个月,凯特在参加完皇家军队阅兵仪式后,首次公开谈论了自己的健康状况,他坦诚地表达了化疗过程中的起伏, 既有充满活力的好日子,也有需要休养的艰难时刻,我被过去几个月收到的所有温馨祝福,深深触动, 他感激地说道,这对我们一家来说意义重大,尤其是在面对困难时,我的病情正在好转, 但化疗还将持续几个月,凯特王妃在与疾病的斗争中,他学会了耐心,学会了在不确定性中寻找希望, 每一天,我都在倾听自己身体的声音,允许自己有足够的时间去疗伤, 他分享道,感谢你们的理解和支持,以及那些勇敢地与我分享自身经历的人们, 凯特的公开信不仅是对自然之美的颂歌,也是对生活挑战的勇敢回应, 在他的文字中,我们看到了一位母亲、妻子和王妃的坚韧与优雅, 他以自己的方式激励着全世界的人们去拥抱自然,珍惜生命,即使在最艰难的时刻, 也能找到光明和希望,此外,当天英梅还爆料一则消息, 尽管凯特是他的昵称,但关于他真实姓名的小小细节, 却曾引发了一场微妙的命名风波,涉及到了他的公婆, 国王查尔斯和王后卡米拉。 据哈里王子在其《回忆录》、斯菲尔中透露, 查尔斯和卡米拉曾建议凯瑟琳将其名字中的C改为K, 及卡子人,以避免与他们的皇家徽章上出现的两个C造成混淆。 哈里写道,考虑到已有查尔斯和卡米拉的两个皇家徽章, 再有一个C可能会令人困惑,他们建议改名为卡子人, 这一提议最终未被采纳,但凯瑟琳与查尔斯和卡米拉之间的关系并未因此蒙上阴影, 相反,他以自己独特的魅力赢得了这对王室夫妇的认可。 他们意识到他对于巩固君主制的重要性, 与此同时,关于哈里王子与梅根·马克尔的住所选择, 也引起了广泛关注。 这对夫妇在决定离开英国并放弃齐王室职责后, 于几个月内购置了一座价值1100万英镑的豪宅, 但在前往美国开始新生活之前, 他们曾居住在历史悠久的弗罗格莫尔小屋, 这处房产是已故女王赠予他们的婚礼礼物。 然而,由于他们返回英国的次数有限, 不得不将此房产归还。 有传言称,他们原本希望居住在温莎城堡内部, 但这一请求遭到了女王的婉拒, 后者建议他们入住附近的弗罗格莫尔小屋。 皇家历史学家于果维克斯表示, 尽管温莎城堡内有空置的房间和套房, 但让一个年轻家庭居住其中可能不太恰当。 最终,威廉王子和凯瑟林选择了温莎的阿德莱德小屋, 这座四居室住宅于2022年成为他们与孩子们乔治王子、 夏洛特公主和路易斯王子的新家。 另一方面, 房地产专家乔纳森·罗兰德警告说, 如果哈里和梅根考虑换房, 现在可能是出售现有房产的好时机。 他指出, 自他们入住以来, 该房产的价值已经飙升超过1000万英镑, 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 凯特·王妃的故事不仅关乎个人命运, 更映射出王室家族在现代社会中的角色转变。 她的每一次公开露面, 不仅是对未来女王形象的塑造, 也是对王室传统与现代生活的融合尝试。 另外的一则消息是, 据一位昔日的朋友透露, 梅根在决定与哈里王子结婚之前, 不得不放弃一个重要的机会。 这位朋友是英国电视名人利奇坎迪。 他揭露了这个苏塞克斯公爵夫人 加入王室之前的报复的新意见, 听到这些, 你忍不住要问, 梅根究竟是为了爱情, 还是为了全世放弃了自己可能的辉煌未来。 利奇在接受采访时, 回忆起与梅根的对话, 揭露这位美国女演员 曾在英国的一档真人秀节目中亮相, 利奇透露, 我们在北方吃晚餐这个时候, 她问我, 你认识什么有名的男人吗? 我单身, 我真的很喜欢英国男人, 原来梅根瞄准了英国的娱乐圈和男人, 不只是哈利一个。 显然, 梅根不仅是在寻找浪漫, 她还渴望在英国媒体中提高竞争力和职业发展, 真人秀电视节目本可以成为这位金庄律师的明星, 以一种新颖的, 飞露天的格式, 向英国观众介绍自己绝佳的机会, 但爱情干扰了这些计划。 当梅根遇到并爱上哈利王子时, 她的目标瞬间转向了更高的台阶, 尽管成为公爵夫人和世界上顶尖家族的一员似乎是梦幻一般的结局, 但梅根并不是一帆风顺, 适应英国小报的过去的监视生活是一个挑战。 在几年里, 她和哈利因私人飞机和传记等方面都受到了严厉批评, 每次他们乘坐私人飞机度假, 俱乐部引来环保人士的口诛笔伐, 好像皇家成员不会配享受舒适的旅行一般, 王室的压力甚至导致苏塞克斯公爵夫妇在2020年放弃了高级王室职责, 希望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大西洋彼岸找到更多过去的自由和隐私。 然而, 四年了, 似乎梅根对他们在美国独立生活的愿望并没有完全实现, 看来从童话故事到现实生活, 梅根经历了一次次的重重打击, 王室专家汤姆·奎因表示, 梅根对自己的离开皇家仓库并没有像计划的那样顺利, 她的不满情绪越来越强烈, 梅根越来越担心自己的生活没有按照计划进行她计划的方式, 哈利和梅根之间出现了日益加深的裂痕, 曾经的甜蜜如胶似漆, 如今却变成了各自沉重的负担, 她的第一个活动品牌, 二出售的品牌推出很快就受到了批评和嘲笑, 这无意增强了她的紧张感情绪, 奎因宣布, 推出品牌时, 梅根哭了, 她的新果酱因为价格昂贵且毫无特色而遭到广泛抗议, 很明显, 远离皇家形象的重新塑造比最初的预期或计划要困难得多, 每一次尝试似乎都在告诉她, 离开皇家光环, 她也许什么都不是,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你对王室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评论区留言, 我们一起探讨, 别忘记订阅开启小铃铛哦, 小编在此万分感谢你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订阅